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 台北市开不开放民众烤肉 在今天有了明确的答案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今天宣布 台北市河滨公园今年禁止烤肉 因为要派警察整个晚上去看 有没有梅花做 有没有隔板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另外就是新北幼儿园群职案 看似是有控制住了 那么新北市有没有可能 提前的开放餐厅内用呢 对此市长侯友谊说 餐厅内用也要看疫情的发展 柯文哲用手指画个大叉叉 北市中秋户外烤肉确定不可以 那自家屋顶阳台烤肉行吗 就是室内有84外300 重点不是哪里 重点是行为 副市长黄珊珊出面带打 不过能不能在屋顶或阳台烤肉的话 不敢讲死 只说重点是不要群聚 北市府13号公布中秋烤肉规范 合并公园禁止烤肉 其余规范像是室内外人数控管 全程佩戴口罩 以及采取梅花座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等等 都遵照指挥中心指引 这似乎跟日前柯文哲说 其他县市禁止合并烤肉 结果在屋顶烤肉都一样 说这就是政治很假掰 现在看起来有点打脸自己 不过Delta病毒入侵台湾 中央到地方政府 所有指示都得保守起来 看疫情发展再宣布 就像新北市餐厅内用 眼看期限到9月15号就快到了 有机会提前开放吗 我们看整个疫情的发展 随时来跟大家做报告 9月16新北餐厅能不能内用 还没有谱 不过餐厅业者已经受不了 开了又进 进了又开的内用政策 我会缓 我会暂缓 归零比较久一点我在开放 因为也是当天宣布隔天就停 所以食材相对上 还是会有一些好水 而新北户外烤肉 想都别想 市长说不可能开放 至于行政院长树贞昌 今天在扩大防疫会中也表示 国内疫情已趋平稳 建议地方适度松绑 二级警戒下的管制措施 不过地方诸侯们 还是不愿抢松绑投降 看来想要恢复疫情前的生活 还得再等等 记者王志恒 陈青顺台北报道